在沈家生活了二十年,我才知道我不是沈家的女儿。 珍千金沈如瑶前些年吃尽了苦头,回来后一家人抱头痛哭,爸爸妈妈和哥哥都把她捧在手心。 我不嫉妒,毕竟我的确从她那里偷走了二十年的荣华富贵。 但沈家并没有把我送回去,反而继续让我留了下来,只是我的婚约出现了一点变动。 七七,咱们和段家的婚约是当初怀如瑶的时候就定下的,按说从一开始就该是我妈,哦不,应该说养母,看着我神色为难。 我向来善解仁义,在想起自打身份公布后,就突然对我冷淡下来的段恒,心里已经有了决断。 妈妈放心,我从没想过和如瑶征,段恒本来就是她的未婚夫。 段家和沈家一向交好,但段恒父亲风流成性,家里生了三个儿子不说,在外面还有个私生子。 段恒想要掌权,竞争激烈,和沈家联姻是她大的助力。 我现在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假千金,当然没有什么价值了。 不过七七你放心,爸爸妈妈养了你这么多年,绝不会眼睁睁看你随便嫁人吃苦的。 我们又给你物色了一个人选,宋家的宋亦然。 以前很多女孩喜欢她的,我笑了,和宋家联姻,绝对算是沈家高攀了,宋亦然又是宋老爷子的长孙,从小极受宠爱。 这样的好事,原本是轮不到我的,但宋亦然是瞎子。 三年前她意外出了车祸,神经受损,眼睛看不见了。 就算她条件再好,又有哪家愿意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一个残废? 这一波也属实是把我废物利用了。 明面上,我是沈家养大的千金,私下里,我身体里没有流着沈家的血。 真是在合适不过。 我笑着硬了,好,我嫁。 因为宋亦然的眼睛不方便,没有婚礼,没有仪式,两周后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搬进了宋亦然的家。 我也没什么意见,就是这房子有点太冷清了吧。 我站在客厅,有点茫然,不是说宋亦然在家吗? 自从她失明,基本上就不怎么出门了。 可现在这,闺蜜讲晚,发来一个怒火冲天的表情包。 沈家人疯了吧? 就算你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好歹也养了你二十年,居然就这样把你卖了。 你也说了,他们养了我二十年,现在是我还债的时候了。 可是那个宋亦然他,他看不见啊。 这后半辈子岂不是都要拖累你? 没事,反正关了灯都一样。 我无所谓。 讲晚还是不能接受,我看这婚还是别结了。 你搬过来和我住,我养你。 我正要回,前方忽然传来脚步声。 抬头,一个穿着亚麻色家居服的年轻男人从房中走出。 我待了一秒。 此时正是午后,阳光正好,他浅褐色的眼眸,澄澈至极, 却没有焦点,微微偏头,嗓音温柔平和,带着一丝试探。 沈七七? 这一瞬,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还是不关灯了吧? 我终于明白养母之前的那句话, 以前很多女孩子喜欢她的。 都不用说绅士,单单是这张脸,就已经够让无数女人前赴后继。 要不是她出了意外看不见了,也不能沦落到和我这么个假千金凑合。 这么一想,我莫名对她生出几分同情。 你好,我弯起唇角,想显得亲切好相处一些, 但看到她毫无波澜的眸,才想起她是看不见的。 于是我又上前几步,在她身前站定。 我是沈七七? 刚才我按了门铃没人应,就自己进来了,没打扰到你吧? 来之前,宋家已经把房子密码告诉我, 毕竟以后我就要担负起照顾宋亦然的任务了。 难道我还要麻烦一个失明的人来迎接我? 宋亦然轻轻汗手,又摇摇头, 明书之前交代过的, 是我刚才在看书,一时没听到,不好意思。 她唇角微弯,露出一个腼腆的笑来, 家里可能有点乱,别介意。 我在她这笑容里一晃神,表面淡定从容, 内心已经疯狂尖叫。 我的妈! 近距离接触这种级别的帅哥, 原来是这种心脏暴击的感觉。 谁懂啊? 我连忙摆手, 不会不会。 这房子挺大的, 为了避免她撞伤, 装修已经尽量简约, 桌角之类的地方也都被海绵包了起来。 很安全, 就是太冷清。 为了拉近关系, 我主动问道, 你刚才看的什么书啊? 宋亦然一顿, 把手里的书递了过来。 盲文。 我在心里给了自己一耳瓜子, 恨不得把嘴缝起来。 脑子短路了马问这种问题, 好在宋亦然并不介意, 和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房子的布局。 这间客房已经收拾好了, 你是这里可以吗? 我心里惊讶她居然对这些了如指掌, 转念一想又明白过来, 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 怎么会不清楚? 客房和她的主卧鞋对门。 有事儿我可以直接帮忙, 挺好。 宋亦然的一日三餐都有阿姨专门负责, 如今多了一个我, 她特地问了我的喜好, 让阿姨多做了几个菜。 我简直受宠若惊。 睡在松软舒适的大床上, 我还有点没回过神来。 我居然就这样, 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我终于腾出时间给蒋婉发微信, 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就是有点意外她没让我和她一起睡, 反而给我准备了客卧。 蒋婉, 我怎么觉得你很是失望? 瞎说什么大实话? 光当, 一道沉闷的声音忽然从外传来。 我一惊, 连忙起身冲过去, 就看到宋亦然跌倒在地, 玻璃杯摔在地上, 热水在她的胳膊上, 烫出一片刺目的红印。 察觉到我的动静, 她下意识微微垂首, 掩去脸上刹奈的慌乱与窘迫, 匆忙伸手打算收拾残局。 我心头一跳, 连忙去扶她。 杯子碎了, 你别碰, 我来收拾就行。 看着那几片锋利的碎片, 我忍不住皱起眉, 她看不见, 就这样贸然收拾, 肯定会被割伤的。 阿姨已经走了, 没人陪着的时候, 她这样多危险呢? 我先把碎片清理了, 又带她去冲冷水。 冰凉的水刺得她微微颤了下, 但依旧乖乖待着, 我这才后知后觉, 我居然还紧紧攥着她的手。 耳根烧起来, 我连忙松开手。 那个, 你还觉得疼吗? 宋义然轻轻摇了摇头, 骗人, 那红印子没有半点消退的痕迹, 怎么会不疼? 但看着她乖乖冲水的模样, 剩下的话又怎么都说不出口了? 家里不是有恒温水壶吗? 这, 宋义然顿了下, 轻声开口, 我听沈泽云说, 你习惯在晚上睡觉之前, 喝一杯冲好的蜂蜜柚子水。 我一愣, 沈泽云, 是我的哥哥, 哦不, 是沈如瑶的哥哥。 我想冲一杯给你的, 没想到走到门口的时候, 不小心跌倒了。 宋义然神色歉疚, 像是有什么梗在胸口, 让人闷躁, 呼吸不畅。 我现在不喜欢喝了。 沈如瑶对蜂蜜过敏, 自从她回来, 家里所有的蜂蜜都被扔了。 包括沈泽云专门从外地 给我带回来的那一罐。 她神色歉疚, 琪琪, 如瑶对这个过敏, 以后哥哥再给你买, 好不好? 以后? 我离开沈家的以后吗? 我当时笑着点头, 什么也没说, 但从那天起, 我就再没喝过。 没想到这么小的事, 宋义然会记得。 以后别这样了, 你看不见, 这样太危险。 后面半句话, 我没说出口, 但宋义然显然知道我的意思, 不在意地笑着摇摇头。 没关系的, 这种事情遇得多了, 我自己能处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忽然窜上一股火。 这人, 怎么能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安全? 算了, 和他治什么气? 我平复了心情, 又找出烫伤膏给他涂上。 从头到尾, 他都安安静静, 任我作为。 看着他柔软垂下的头发, 高挺流畅的鼻梁, 我突然觉得他好乖。 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 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这个小插曲并未影响我的心情, 第二天吃过早饭, 我就去了学校。 没想到刚到阶梯教室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满是嘲讽的声音。 你们没听说吗? 沈七七一个瞎子联姻了, 假千金和真残废, 真是天造地设。 哈哈哈哈, 就是, 以前他多傲气啊, 结果现在怎么样? 还不是只能和一个残废在一起。 一道温和的女生传来, 你们别这么说, 七七姐听见了会不开心的。 我顺眼看去, 说话的人是沈如瑶, 她穿着当季的新款高奢连衣裙, 手腕上的钻石手链闪闪发光, 坐在那就像是个众星捧月的小公主。 几个女生围在她前后, 一脸愤愤。 如瑶, 你就是心态好了, 她可抢了你二十年的幸福生活。 就是, 她本来就是个冒牌货, 难道还怕人说? 呵呵, 如瑶, 难道你忘了她以前是怎么欺负你的? 你为人家说话, 人家可不一定领情。 没错, 沈如瑶和我同校同专业, 新生入学的时候, 辅导员让我们出个节目, 我本来没兴趣, 但辅导员打听到我的身份, 软磨硬泡让我跳一场毒舞, 我磨不过就答应了。 但后来我才知道, 那时候沈如瑶也报了个独唱节目, 我答应上台后, 他们就把她的节目拿掉了。 这事不知道怎么传开了, 等我知道的时候, 版本已经变成了, 是我看不惯沈如瑶, 故意拿家事压塔, 在晚会上抢她的风头。 真是解释都不知道要怎么说。 其实我和沈如瑶不熟, 最开始注意到她, 是因为她和我养母长得有几分神似, 我哥去学校看我的时候, 无意间见到她, 就生了疑心。 但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某天回家的时候, 就收到通知, 他们已经和沈如瑶做了亲子鉴定。 她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在其他人看来, 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吧。 我直接走进了教室, 随意挑了个位置坐下, 偌大的阶梯教室迅速安静下来。 这是我和宋亦然结婚后的第一次亮相, 不少人等着看我的笑话。 那几个人神色善善, 倒是沈如瑶, 看到我反而露出了笑, 温温柔柔地开口。 七七姐, 等会儿下课, 我们一起去逛街吧。 约我逛街? 不好意思, 我可能没时间。 沈如瑶啊了一声, 那给哥哥的礼物, 七七姐已经买好了吗? 我一愣, 什么礼物? 沈如瑶神色惊讶, 哥哥今天晚上回来, 说要全家人一起吃顿饭, 他没跟你说吗? 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我想着他出差肯定很辛苦, 就打算给他买个小礼物, 但我刚回家不久, 也不太清楚他喜欢什么, 还想着回头问问七七姐你呢? 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 他们全家人约好的吃完饭, 我一个外人, 有什么资格参与? 我已经有约了。 我说, 沈如瑶点点头, 像是单纯的好奇, 是和姐夫约好了吗? 我差点没反应过来他这句姐夫, 愣了一秒才意识到他指的是宋亦然。 旁边有人低声笑起来, 几眉弄眼, 满是嘲弄, 就差没直接说和一个瞎子, 有什么好约的。 我淡淡点了点头, 是, 宋家老爷子很想他, 一直念叨着让回老宅。 沈如瑶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宋老爷子有两儿一女, 宋亦然的父亲是老大, 但十三年前突发心梗去世了, 宋亦然的母亲伤心过度, 那之后没多久也走了。 宋老爷子向来对这个亲自养在膝下的长孙十分疼爱, 宋亦然出了意外之后, 老爷子非但没有放弃他, 反而对他更加偏宠。 不管外面的人话说得多难听, 在宋老爷子面前也得给足面子。 沈家和宋家还是没得比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 宋亦然忽然问, 今天在学校,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吗? 嗯, 我下意识抬头, 没有啊, 怎么这么问? 难道是因为我垮着脸? 但也不对啊, 这男人又看不见, 你回来之后就没怎么说话。 宋亦然斟酌着字句, 我酸Q。 我只是觉得这个房子太冷清, 加上刚和他在一起, 想着得互相加深了解, 就话多了点, 没想到他观察力这么敏锐。 大概看不见的人, 其他感官会更敏感。 没什么? 我不想跟他说那些破事儿, 换了话题, 就是在想宋老爷子快过寿了, 得给他挑个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好。 宋亦然搬出宋宅挺久了, 大概是因为眼睛的缘故, 回去的次数并不多, 宋老爷子这次也是想借着过生日的理由, 让他回去见上一见。 何况我和宋亦然这还算是新婚, 确实也应该一起回去一趟的。 宋亦然唇角弯起浅笑, 他很喜欢你, 你送什么他都会很喜欢的。 我忍不住撇嘴, 哪里是因为喜欢我, 明明是因为你。 我要不是你老婆, 他怎么会, 说到一半, 我闭上嘴, 内心疯狂呐喊, 沈七七, 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东西啊? 宋亦然显然也没想到我居然这么直白, 耳根迅速蔓延开一片飞红。 我竭力镇定下来, 咳嗽一声, 试图为自己挽救。 我吃好了, 先回去了。 不等他回应, 我就飞快跑回了房间。 今天真是被沈如瑶的那些话刺激到了, 以至于我脑子如此不清醒, 居然和宋亦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决定冲个澡, 冷静冷静。 冷静完我才发现, 我忘记拿换洗的衣服了, 一万个无语。 思考再三, 我拿了浴巾把自己裹住, 听着外面没什么动静, 才轻轻拧开门, 打算快速跑回卧室换衣服。 谁知道刚推开门, 就和宋亦然撞了个正着。 七七, 宋亦然似乎正准备往卧室走, 听到动静便看了过来。 虽然知道她看不见, 可那双浅褐色的漂亮眼眸, 静静望过来的时候, 我还是忍不住红了脸。 你迷你走路怎么没声音的呀? 我又羞又恼, 说话都结巴了一下。 宋亦然似乎有点奇怪我的反应, 但还是认真解释, 我走到一半, 就听到你放在客厅的手机响了, 怕有什么急事, 就想拿给你。 她一顿, 声音轻了点。 但是你在卫生间, 我就说等一等, 她手里果然拿着我的手机, 站在那神色无措, 乖觉听话得不得了。 我心一下就软了, 这怎么也怪不到她头上啊, 说到底还是我疏忽大意。 结果我还凶了她, 我真不是人啊。 那,那谢谢啊。 我瞟了一眼旁边的卧室门, 满心纠结。 要是这会儿先进去换衣服再出来, 宋亦然肯定会感觉出不对劲的。 没办法, 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前, 接过手机。 指尖触碰, 她的手指干燥微凉, 带起莫名的苏玛。 我拿过手机, 也固步地看, 就要退回卧室。 刚转过身, 宋亦然忽然问道, 你换了沐浴露吗? 嗯。 我这才想起搬来这里的时候, 除了一些衣物, 我什么都没带。 那些都是沈家的东西, 不属于我。 来了以后, 我借用了宋亦然的沐浴露, 今天才换用了我新买的。 这男人, 狗鼻子吗? 是, 你的我放回主卧的卫生间了。 我说, 宋亦然问, 是桃子喂的吗? 不太算, 我忍不住笑, 是白桃和樱花。 她点点头, 似懂非懂的样子。 男人对这种东西, 大概都不是很讲究和在意吧, 尤其这房子, 以前只她自己住, 现在突然多出来一个我, 会有些不习惯也正常。 我玩新大起, 故意问道, 你不喜欢吗? 宋亦然一正, 想否认, 却又觉得好像不太对, 嘴唇动了动, 才说, 你喜欢就行。 我往前走了一步, 在她跟前晃悠, 空气中充满了富裕清甜的香气。 她似乎才意识到距离之近, 有些受不了地微微偏过头, 下意识想要退后。 我笑着逗她, 可是以后我们要一直住一起的, 朝夕相处, 如果你不喜欢, 那我就换一个呀。 本来只是玩笑话, 可下一秒, 我看见她猴杰动了下。 这男人本就清俊帅气, 侧颜流畅完美, 如今穿着简单的家居服, 锁骨微微露出, 修长脖梗微微厚痒, 猴杰滚动的这一下, 竟是难以言喻的禁欲性感。 我后知后觉, 心脏不争气地快速跳动了两下。 造孽啊, 明明衣衫不整的是我, 怎么脸红心跳的也是我, 还好这时候手机再次响起来, 拯救我于水火。 我想都没想, 就接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传来讲晚的河东诗吼, 沈家人怎么回事, 今天全家人聚餐, 唯独没喊你。 她这一声威力太大, 我当时清醒过来, 想到旁边还站着宋亦然, 尴尬不已, 连忙捂住了听筒, 对宋亦然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闺蜜的电话。 宋亦然没接这句, 只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但我也顾不上她了, 匆匆进了房间, 才压着嗓子, 祖宗, 你这是哪来的火? 讲晚简直要气死了, 沈如瑶的朋友圈, 她发了一张全家福, 那里面沈家人都到齐了, 唯独缺一个你。 这不是故意的, 我点开微信, 翻到了沈如瑶刚发没多久的那天, 照片上的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 我从来不属于沈家, 弹劾被挤出来, 沈如瑶才是真正的沈家千金, 而我, 门外传来规律的脚步声, 似乎是宋义然回房间了。 我的心忽然像是被什么轻轻揉了一下, 将那一团玉气消散。 想起那双浅褐色的清澈眼眸, 我嘴角翘了一下, 我现在可是宋夫人了。 讲晚沉默良久, 我他妈真是多虑了, 居然会担心你这个老色批伤心, 挂了挂了, 省得耽误你沉迷温柔香。 我还没机会沉迷呢? 我不是看不懂沈如瑶对我的针对, 但我无所谓。 很多事情, 早在之前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不属于我的, 不该奢望的, 就别抱有幻想。 他明里暗里刺了我几次, 我都没反应, 他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 自己也憋气。 转眼到了宋老爷子过寿这天, 养父一早就给我打了电话。 七七, 这是你和义然第一次一起回去, 在宋老爷子面前, 要好好表现。 我心里突然觉得厌烦, 敷衍应付了两句就挂了。 七七, 我们走吧。 我回头, 就看到宋义然已经收拾好, 乖乖等着我。 我走过去, 看他衬衫的领口没整好, 就抬手帮他整理了一下。 今天宋老爷子寿宴, 办得很隆重, 客人很多, 要是他就这样衣衫不整地出现, 肯定又要被有心人背地里一顿嘲弄。 宋义然没想到, 我突然伸手, 下意识偏了下头, 柔软的唇极轻地从我手背上蹭过。 我一顿, 忍不住小声叮嘱他, 别乱动。 他也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耳根微红的立在那。 特地前来接人的明书, 在一旁满脸笑容地说道, 少夫人和少爷感情真好啊。 我倾壳一声, 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淡定, 心里已经疯狂呐喊, 鬼知道我刚才怎么就那么顺其自然地伸手了啊啊啊啊啊。 这可误会大了呀, 我真的没有肖想这个男人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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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退后半步, 和他并肩。 走吧。 抵达宋家的时候, 已经宾客满座, 十分热闹。 刚走进去, 就有许多目光投来。 亦然来了。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笑, 现在见你一面真不容易, 老爷子可是等了你好久。 这话看似是说宋亦然深受宋老爷子宠爱, 其实是责备他恃宠而骄。 另一个年轻些三十多岁的女人端着酒杯, 调侃, 二哥, 话可不能这么说, 亦然这不是不方便吗? 这孩子从小就孝顺, 大家都是知道的。 则, 这位话说得更难听了, 就差没直接指着宋亦然说, 这人已经是个瞎子, 还能做什么? 宋亦然脸上神色平静, 不知道是不在意, 还是已经听习惯了。 二叔, 三姑, 原来是这两位。 我飞快打量了他们一眼, 宋老爷子最疼爱自己的长子, 一开始也是打算把宋家交给长子的。 谁知道, 后来那位出了意外, 这继承人的位置, 就变成了另外两人的争夺战。 这些年, 宋家的这两位名争暗斗, 可随着宋亦然逐渐成长起来, 展现出了出色的经商天赋, 宋老爷子就动了心思, 想让宋亦然掌权。 如果不是宋亦然后来遇到了那场车祸, 伤了眼睛, 如今的宋家, 该是他说了算, 而不是像现在这般, 被人当众家枪带棒的嘲讽。 我连起情绪, 也跟着喊了一声, 二叔, 三姑。 那两人好像这才注意到我, 上下打量了我两圈, 像是在看一件什么不值钱的货物, 露出了然的神色。 你就是沈七七, 沈家比不上宋家, 而我甚至都不是沈家正经的千金, 如果不是宋亦然, 我怕是站在这的资格都没有。 宋亦然很显然不打算和他们周旋, 爷爷之前一直说想见见戚戚戚, 我先带他过去了。 说着, 他又冲我笑了下, 等会儿爷爷看到你, 肯定很高兴。 对面两个人的脸色顿时将注, 就算他们再看不惯宋亦然, 有宋老爷子坐镇, 他们也不敢放肆。 我和宋亦然往里走去, 刚拐过酒水长桌, 就听到旁边传来几道刺耳的声音。 没想到那个沈七七长得挺漂亮啊。 吃, 漂亮有什么用? 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假千金罢了, 要不是有几分姿色, 也不能被沈家送来讨好宋亦然那个瞎子。 你也说了, 宋亦然是个瞎子, 这沈七七再漂亮, 她看不见不也是白瞎。 哈哈, 就是, 一群人轰笑起来, 我宁没看去, 是一群顽固二代。 这群人别的本事没有, 背后脚舌根的功夫, 倒是和村口长舌妇有得一拼。 宋亦然眼洁微锤, 脸上表情很淡。 我之前好不容易压下的火, 疼得一下就上来了。 以前的宋亦然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风头无两, 这些人哪个能和她相提并论? 不过是出了点意外, 这些人就以为自己比她强了? 他们哪来的脸? 我脚下一动, 就准备过去, 宋亦然似乎猜到了 我想做什么, 扣住了我的手腕。 不值当。 她轻声, 摇了摇头。 你说不值当就不值当。 我睁开她的手, 往前走了几步, 笑着问道, 几位在这聊什么呢? 让我和亦然也听听。 一群人的笑声戛然而止, 看到我和宋亦然, 神色尴尬, 这里毕竟还是宋家的地盘。 我笑容不变, 看你们聊得这么开心, 我也挺好奇的,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等会儿见了宋爷爷, 我再跟他说一说, 好让他也跟着高兴高兴啊。 几个人的脸色顿时变了。 刚才那些话要是让宋老爷子知道了, 只怕他们几家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其中一个年轻男人笑着打哈哈, 没什么, 就是一些琐事, 不值一提。 我眨眨眼, 可是我就是想听呢。 另一个男人皱起眉, 低声警告, 沈七七, 你别多管闲事, 一个宋亦然而已, 值得你这样。 哟, 我忍不住扬眉笑了, 我维护我老公, 怎么就多管闲事了? 那人一叶, 我环视一圈, 漫条四里开口, 另外, 我和我老公天造地设, 哪里轮得到其他乱七八糟的人来多嘴? 他们一开始就没给尊重, 那我也不用客气。 其中一人恼羞成怒, 忍不住骂道, 一个不值钱的假货罢了, 注意点自己的身份。 沈七七,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前几天沈家一家人聚会都没喊你, 你以为你是谁? 圈子里都传开了, 沈家早就不要你了。 没等我反驳, 身后忽然传来宋亦然冷淡的嗓音。 你说什么? 我回头, 惊讶发现宋亦然周身气息忽然变冷, 立在那里, 容色微沉, 看着竟莫名令人心生畏惧。 这和印象中那个温和乖巧的宋亦然, 全然不同。 那几个找事儿的人, 也像是被什么掐住了脖子, 剩下那些不逊的话, 统统都说不出口了。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温软的声音, 七七姐, 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怪我吗? 我侧头看去, 就看到沈如瑶正挽着我养母, 站在不远处, 他们母女两个真的很像, 尤其精心打扮后这样站在一起, 更是一眼就能看出基因的力量。 我从小就和养父养母长得不太像, 但那时候大家都夸我是综合了他们的优点, 清出于蓝。 而现在, 他们的说辞就变成了, 沈七七果然不是沈家人, 沈如瑶才是他们真正的女儿。 沈泽云表情有些歉疚, 七七, 那天我回来得太匆忙, 一时疏忽就忘了跟你说了, 这不关如瑶的事儿, 你别生她的气。 我笑了, 我在沈家的二十年, 抵不过沈如瑶回来的一个月, 养父也皱着眉, 神色满是不赞同, 斥责道, 这是什么场合, 能由着你胡闹, 你也该懂点事儿, 快道歉。 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 你让我跟他们道歉, 养母出来劝说, 七七, 现在不是你任性的时候, 大家都看着呢, 你低个头就行了。 我静静看着对面的这几个人, 曾经最熟悉的人, 此时此刻, 竟然如此陌生。 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胸口像是被一块沉重的石块压着, 分明是燥热的夏天, 我却四肢寒凉。 忽然, 一只温暖有力地手握着了我的手, 欲贴的温度从指尖传来, 直至心上, 低沉轻烈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字字入耳。 在宋家的地盘, 似乎还轮不到别人对我宋家夫人指指点点。 大厅内一片寂静, 我也忍不住扭头看向宋亦然, 他这是在为我出头。 养父被他这么一提醒, 才想起我现在已经不是沈家没人要的女儿, 而是宋家的媳妇。 被小辈当众撂了这样的话, 他脸上挂不住, 神情很是难堪。 沈如瑶咬了咬唇, 眼眶微微发红。 爸爸妈妈, 哥哥, 七七姐生气也是应该的, 你们不要因为我和她吵架, 真是茶香四溢。 沈泽云忍不住道, 七七, 你怎么说也是如瑶的姐姐, 怎么就不能让着她一点? 就算你现在已经嫁到了宋家, 可到底是从沈家出来的? 你, 怎么了这是? 这么热闹啊? 一道苍老低沉的声音传来, 众人自觉让开, 一位穿着糖装的老人走了过来。 宋老爷子, 他如今已经快七十了, 但依旧精神绝朔, 不怒自威, 周围空气都像是凝固, 一时间无人说话。 宋艺然却似乎对这些毫无所觉, 冲着宋老爷子喊了一声, 爷爷。 宋老爷子视线落在他身上, 谋色复杂, 但转瞬即逝, 点了点拐杖, 绷着脸道, 你小子, 还知道回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他对宋艺然的不同。 宋艺然唇角微弯, 您是想我, 还是想孙媳妇? 我脸一热, 宋老爷子忍不住笑骂, 知道还问。 宋哲, 也就是宋艺然的二叔, 似乎瞧不得这爷孙俩感情好, 当即出来挑刺。 亦然, 今天是你爷爷过寿, 有什么事儿, 不能等之后再说。 言下之意, 是宋艺然不懂事儿了。 宋艺然诞生到, 二叔误会了, 正是因为今天是爷爷过寿, 才断没有让人当众 欺负我们宋家媳妇的道理。 之前说话难听的那几个人, 顿时慌了。 不是, 我, 我们没有啊。 宋艺然打断他们的话, 我虽然看不见, 但耳朵还能用。 一句话把对方噎个半死, 脸色清白。 宋艺然的眼睛算是宋家的忌讳, 没几个人敢在宋老爷子面前提, 他这话一出, 宋老爷子哪儿还猜不出 这些人刚才是怎么编排他的。 宋老爷子面色沉沉, 一眼不发。 沉家一家几口面面相去, 表情也不太好看。 我养父堆着笑上前, 宋老爷子, 这事真是误会了, 其实, 其实应该我和诸位道个歉的。 宋艺然的话, 不但经驻周围一圈人, 连我也忍不住睁大了眼睛看他。 他这话居然是对我养父他们说的, 宋艺然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是我太年七七了, 总想他陪着我, 那天也是因为先答应和我一起, 他不忍心食言让我一个人在家, 才婉拒了回沈家吃饭的邀约。 鸦雀无声, 唯独宋艺然轻缓却坚定的声音, 如此清晰, 都怪我, 太喜欢他了。 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 只隐约记地扫到了周围一众人等目瞪口呆的模样, 以及沈如瑶隐隐忌恨的眼神。 我和宋艺然被宋老爷子叫进屋说了话话, 传闻中雷厉风行的宋老爷子, 难得露出温和之色, 对我很是亲切。 如今宋家是你的家了, 在自己家, 不必拘束。 我眼眶莫名一热, 谢谢爷爷。 看爷孙俩还有话要说, 我就识趣地掀出来了。 我拿了块甜点, 却没怎么品出味道, 刚才发生的一切不断在脑海回响。 虽然知道宋艺然说的那些话是为了替我解围, 但字字句句仍然带着滚烫的温度, 烫得人心尖止不住发产。 我又拿了一块提拉米苏。 之前宋艺然提过说挺喜欢这道甜品来着, 等会儿拿给她, 没想到刚转身就碰上个熟人, 断横。 七七, 一段时间不见, 她似乎消瘦了许多, 整个人看起来很颓然的模样。 我点头示意, 便要擦肩而过, 没想到又被她拦住。 你, 你这段时间还好吗? 我上下打量了自己一圈, 难道我今天不够光彩照人? 居然让她问出这种没营养的话。 有事儿, 我有点儿不耐烦, 我还得给亦然送点心呢。 断横表情沉痛哀伤, 在我面前, 你不用这样的。 这人有什么大病? 她像是独自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低声难难。 我知道你怪我这段时间, 对你不够关心, 可是七七, 我也没办法呀。 我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少不了沈家的支持。 我喜欢的是你, 不是沈如瑶, 但她才是沈家的千金。 我, 我, 她上前一步, 我这才闻到她身上的酒味。 你等我。 只要我拿下段家, 立刻就和沈如瑶分开, 真是离大谱。 打住。 段横, 你脑子好像不太清醒, 但我现在过得很好, 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着, 我就要离开, 没想到她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七七, 她手上很是用力, 眼神中带上了几分怨恨, 和一个瞎子在一起, 能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心里瞬间有一把火烧了起来, 正打算抬手甩她一巴掌, 就听到身后的一声。 七七, 我下意识回头, 就看到宋义然刚推开门走出来, 眼神没有焦点的望向这边。 哎呦, 淑女淑女, 让她知道我这么暴力多不好。 我连忙挣脱断横, 头也没回地匆匆朝着宋义然走去。 走近了, 我才发现她周身气压有点低, 尽管她的表情一如既往地平静, 我还是感觉到了, 她不高兴。 和爷爷聊完了? 难道是和宋老爷子聊得不顺利? 好像也不应该吧? 刚才我出来的时候, 爷孙俩气氛很融洽呀。 但这时候显然不合适问这些。 我伸出手, 才想起来刚才被段恒一打扰, 就把甜品忘了, 为了化解尴尬, 只能顺势牵住了她的手。 那我们回家吧。 今晚真是抓马, 再多待一会儿, 谁知道还会碰上什么糟心事。 沈家和段恒的戏马 我真是懒得看, 眼不见为净。 另外那些人一直在打量宋义然, 也让我莫名不爽。 宋义然错愕一瞬, 周身笼罩的那层寒意 也似乎随之消融。 好。 她应声, 依然乖乖巧巧温温柔柔的模样。 七七, 段恒似乎想追过来, 但周围人太多, 沈如瑶不知道什么时候 到了她身旁, 浅笑盈盈, 她便又忙着去应付她了。 短短几秒, 她的表情转换极快, 低声和沈如瑶说着什么, 眼神专注, 神态宠溺。 这俩人站在一起, 谁不称赞一声神仙眷侣。 真是好配, 好配。 刚坐上车, 我就忍不住拿出手机 给蒋婉发消息, 把今晚发生的瓜 全力输送。 虽然我也是这瓜上的一片, 但不得不承认, 这瓜实在是太好吃了。 不吃, 太亏。 谁知道又收到断衡的微信, 七七, 你清醒一点, 宋亦然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忍不住嘲讽回击, 起码半小时之前, 她给了我保护。 断衡, 你又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刚才所有人都在针对我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撑腰, 就是宋亦然。 那时候的断衡, 躲在角落, 连个面都不敢露。 这话激怒了断衡, 她恼羞成怒, 一个残废而已。 你还真以为她能争得过谁, 她不争, 也完胜你。 发完这句, 我干脆将断衡拉黑, 右侧头看向 从上车开始 就始终安静的宋亦然, 心里莫名有点堵得慌。 今晚发生的一切, 让我清楚体会到了 宋亦然自那一场意外之后, 这几年都面临着 怎样可怕的恶意。 她一个人, 到底是怎么扛过来的? 宋亦然问道, 聊完了? 嗯。 我打字有声音来着, 没想到她连这个都注意到了。 还没? 蒋婉还在慷慨激昂地陈述 对今晚事件的意见。 这女人话真的很多, 宋亦然点点头, 再次沉默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轻声问道, 就那么喜欢她吗? 这是说的什么胡话? 我噎了一下, 才反问道, 你说谁? 断横吗? 宋亦然没说话, 显然就是默认。 真是莫大的耻辱。 我在你眼里, 就这么没眼光, 会喜欢她那样的人。 我忍不住发出灵魂质问。 羞辱人的方式有很多种, 这是最憋屈,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一种。 宋亦然恶然, 你不喜欢她了, 是从来没喜欢过。 我靠在椅背, 无语凝掖, 你从哪儿听的谣言? 虽然我以前和断横有婚约, 但我上学她上班, 并没有迈入到谈恋爱的阶段。 后来发现我不是沈家的女儿, 婚约更改, 就更扯不上关系了。 我, 宋亦然似乎想说点什么, 却又止住。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那么大的火气, 之后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 回到家, 更是直接回了卧室。 她怎么能这么问, 我打电话和蒋婉抱怨。 蒋婉却贼兮兮的, 你猜, 我挂了。 诶, 别呀。 蒋婉连忙喊住我, 我怎么觉得, 她这是吃醋了呢? 你可真能想, 你想啊, 她要不喜欢你, 今天能为你出头。 我一顿, 我是她名义上的老婆, 她维护我, 也是维护她自己。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我心里隐隐有个声音在说, 不是这样的。 被那些人嘲笑的时候, 宋义然的态度始终很平静, 然而后来牵扯到了我, 她才, 想到这, 我又忍不住叹了口气, 其实我倒是无所谓, 那些人说点难听话, 我又不会掉块肉, 可是宋义然的眼睛看不见, 却是真的会多出很多难处, 宋家那两位争来斗去, 还不忘踩上她一脚, 现在有宋老爷子坐镇, 那些人都已经如此放肆, 以后怕事, 沈七七, 你再担心宋义然。 蒋婉忽然打断我的话, 我心头一跳, 不知为何有点心虚, 这, 这不是应该的吗? 她帮了我, 我当然也得帮她的呀。 蒋婉泽一声, 你这个女人, 很有问题, 你说说你, 和宋义然住一起以后, 怎么变得这么阴晴不定? 她这话是调侃, 我却莫名紧张, 随意找了个借口, 就挂了电话。 房间里一片安静, 等了一会儿, 外面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宋义然停在了我门, 我平住呼吸, 片刻, 她才隔着门轻声开口, 七七, 晚安。 我一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 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起了床, 今天不是没课吗? 怎么不多睡会儿? 宋义然问道, 爷爷不是说今天预约了医生, 我陪你去吧。 我说, 宋义然手上动作一顿, 昨天宋老爷子说, 帮他约了一位很有名的眼科医生, 让他再去看看。 本来这种事儿一直是明书负责的, 但我经过一晚上的辗转反侧, 想清楚了一点, 人家帮了我, 那我也得知道感恩了。 其实我是不甘心, 我真的很希望宋义然的眼睛能好起来, 哪怕希望渺茫, 只要有一点可能, 我都想试试。 宋义然唇角弯了弯, 都是些例行检查, 不用麻烦的。 听他的意思, 显然并不对这次的看诊抱有希望。 想到昨天那些人的嘴脸, 我不死心, 忍不住凑了过去。 宋义然没有准备, 等察觉到我的气息, 就下意识抬头, 七七, 宋义然。 我看着他失焦, 却将澄澈至极的眼睛, 你的眼睛这么好看, 肯定还有希望的, 是不是? 明明他生了这样漂亮的一双眼, 如果永远都看不见, 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少爷, 车备好了, 我们走, 明书走进来, 看到我们立刻转过身, 用力咳嗽一声, 要不我还是再去检查检查, 刚才没想那么多, 现在才意识到, 我和宋义然这姿势实在是太暧昧了。 我不是要亲他, 你们听我解释啊。 宋义然似乎也被这一声惊醒, 微微偏头, 那, 那, 那漆漆和我一起去, 他耳间染上了一层可疑的飞红。 这一刻, 我只有一个想法, 还好他看不见, 否则一定会见到我此刻通红的脸。 我连忙点头, 故作大放坦荡的点头, 好呀,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眼部的检查一向复杂, 宋义然在里面待了好久才出来。 我在一旁紧张地问, 医生, 他的眼睛还有没有希望能再看见呢? 医生四十岁左右, 儒雅随和, 听我这么问, 忍不住笑了。 你夫人倒是比你还紧张, 我乖乖老实待着了。 宋义然比我淡定得多, 您直接讲就行。 医生点点头, 斟酌片刻, 你的眼球没有受损, 原本是有希望的, 可惜是神经损伤严重, 已经有了萎缩的迹象。 不过也不要灰心, 后期如果坚持治疗, 或许能恢复一定的感光度。 虽然已经想到了这个结果, 真正听到的时候, 我心里依然满是失落。 宋义然却像是早已料到, 神色平静地点头, 谢谢您, 我知道了。 你说你, 为了宋义然, 可真是操碎了心, 不知道的, 还以为看不见的是你呢? 讲完吐槽, 当初你被赶出沈家的时候, 都没这样吧? 注意措辞。 怎么? 我说的不对, 沈家当初可不就是一脚把你踢出来了吗? 二十年的感情在他们眼里, 屁都不是。 讲完语气嘲讽, 转而又幸灾乐祸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 他们最近的日子可不好过。 宋老爷子寿宴上的事儿, 不知道怎么传开了, 沈家现在已经成了圈子里的笑话,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他们把养女送去和宋家联姻是为了什么。 再加上那天的那场闹剧, 他们亲近沈如瑶, 排挤我的做派, 更是一览无余。 原本, 假千金比不了真骨肉, 这也无可厚非, 可关键是, 那天宋老爷子摆明了态度, 是占我。 大家都是聪明人, 谁不会见风使舵。 现在好多人都说, 宋老爷子对你护短得很, 沈家和你过不去, 那宋家也不会给他们什么好脸色呢。 蒋婉嘿嘿一笑, 当初他们把你送去联姻, 怎么都想不到最后居然偷鸡不成十把米吧。 哈哈哈哈, 我心里明镜似的, 宋老爷子那么做, 其实都是看宋亦然的面子, 和我关系不大, 怎么就关系不大了? 你不知道现在外面都怎么传的吧? 他们都说宋亦然对你死心塌地, 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呢? 但其实, 最近宋家也不太平。 听说宋亦然二叔负责的集团业务出现了问题, 被他三姑揪着不放, 两方闹得很厉害。 宋老爷子为此生了好大一场气, 如果宋亦然能看得见, 我摇摇头, 强迫自己不再多想。 蒋婉忽然想起什么, 对了, 你生日快到了, 今年打算怎么过? 我还真没什么想法。 那天我没给沈家人台阶, 让他们当场丢了人, 已经算是撕破了脸。 何况前二十年, 我过生日也并非是次次都过得开心的。 不管那天我遇到了什么事, 不管我那天是什么心情, 都得穿得漂漂亮亮出现在生日宴, 扮演好一个优秀女儿的角色, 配合他们展现出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 他们爱自己, 胜过爱我。 哦, 或许也根本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他们对沈如瑶可能是有爱的, 但对我, 只怕已经转换成了恼恨。 真的女人, 不准一梦。 蒋婉干尽十足, 今年一定给你过个最难忘的生日。 转眼到了生日这天, 我一觉睡到了中午, 醒来随便翻了翻朋友圈, 就看到沈如瑶刚刚晒了生日宴的照片。 她穿着白色礼服, 头上戴着小王冠, 双手合十, 微笑闭言许愿。 断横站在她身边, 温柔地看着她。 文案, 谢谢你, 在二十一岁这年找到了我。 这话一语双关, 既点明了自己已经回到沈家, 成了真正的沈家千金, 又正是官宣了和断横的恋情。 谁看了都得说一声人生赢家。 不得不说, 这一波操作真是天秀。 独独, 敲门声传来, 七七, 是宋亦然。 我下床过去开门, 怎么了? 她其实并不经常过来找我, 这个客卧可以说是完全属于我的。 现在过来, 应该是有事。 宋亦然薄唇微动, 你不冷吗? 嗯。 我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只穿了一件睡裙, 看看, 只到大腿根。 因为宋亦然看不见, 来了这里一段时间后, 我就逐渐放飞自我了。 刚才她一喊我, 我就没注意直接出来了。 可她怎么会突然这么说, 你房间空调温度好像挺低的。 宋亦然解释道, 原来如此。 我冲她一笑, 我喜欢盖着被子吹空调, 不冷的。 宋亦然点点头, 没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 你今天, 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我低头看了眼, 是蒋婉发了张照片过来, 我随意点开, 下一秒, 我就瞪大了眼。 这居然是一张男人的腹肌照。 没等我问, 她又刷刷发来好几张, 个个在尺度边缘徘徊。 这是姐妹儿专门帮你选的。 怎么样? 姐妹儿的眼光绝对够高。 这哪个不比断横哪个垃圾难强? 到时候, 他们往你旁边一站, 你赢定了。 就等晚上帮你过生日了, 我一阵无语。 你自己想玩直说就是, 干嘛还得借我的名义? 蒋婉是个标准的女海王, 万叶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沈如瑶的行为显然刺激到了她, 于是直接一个冲动干出这事来。 我吸平手机, 看向宋亦然, 你刚才问我什么? 宋亦然笑了笑, 问道, 我想问, 你今晚有约吗? 打算和蒋婉出去玩, 我解释道, 之前就约好了的。 我没和宋亦然说过生日的事, 自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我就对过生日没什么执念了, 要不是实在拒绝不了蒋婉, 我甚至都打算直接点个外卖看看剧度过这一天了。 宋亦然薄唇微敏, 我又问道, 怎么了? 是有什么事吗? 宋亦然停顿片刻, 露出个温和的笑, 没什么, 玩得开心。 宋亦然回书房看书了, 我立刻给蒋婉发消息, 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 毕竟我现在是有夫之妇了, 就咱们俩小酌几杯就行。 蒋婉身表遗憾, 真不要, 这可是我费了好大功夫, 才凑齐的小哥哥呢。 这一拍照, 多帅多有面啊。 我眼前忽然浮现一张清俊的脸, 再帅能有宋亦然帅。 蒋婉, 我擦, 你说得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可你家那位高龄之花, 你到现在都拿不下, 除了过过嘴瘾, 还能干嘛? 过过嘴瘾, 我忍不住撇嘴, 心头哀怨。 我都不知道, 跟那男人过嘴瘾什么感觉呢? 不是。 我拍了拍自己的脸, 沈七七你想法越来越不单纯了。 人家宋亦然对你好的没话说, 你居然还在这肖想人家, 最后讲完还是同意了。 行, 记得穿上姐妹儿给你准备的战袍。 漂漂亮亮的来。 我拆开她寄来的快递, 她居然还送了不止一条裙子。 我拿着衣服去了衣帽间, 打算搭配点合适的配饰。 书房和衣帽间是打通的, 我进去的时候, 宋亦然正安安静静坐在那看书。 我又拐, 在里面换上了第一条低胸吊带小短裙, 又绕到前面的全身镜前照镜子。 不得不说, 讲完这女人的眼光确实没得挑, 就这裙子一穿, 想不高调都不行。 我摸了下胸口的位置, 感觉有点空空的, 就又配了条项链, 将头发散开, 随意抓了抓。 我左右看了看, 拍了张照片发给蒋婉。 这个怎么样? 蒋婉, 极美, 你好了, 但我平常很少穿这种风格。 总感觉有点不自在, 我再试试另外的吧。 第二套是露背小背心, 配超短小皮裙, 第三套是亮片细闪吊带裙, 走路的时候, 细碎闪亮的刘苏, 就不停在大腿跟晃悠。 我每套都拍了照片给蒋婉挑, 这个女人在那头嗷嗷尖叫, 我却越选越纠结, 最后终于忍不住给她发语音。 你真的觉得这好看吗? 没等到蒋婉的回复, 身后先传来一道舒淡的声音。 一般, 我浑身一震, 这房子里, 没有第二个男人, 而且这声音, 我在熟悉不过。 我回头, 便迎上宋亦然定定望过来的 意味深长的目光, 有如实质, 落在我身上。 我反映了好久, 觉得整个人都是麻的。 不是, 你他妈装瞎, 那本盲文书 被他随意放在手边, 随意靠在椅背上, 通身气息懒散且从容。 他对上我的视线, 毫不避讳。 我要是再猜不到发生了什么, 就真的白混了二十年了。 你看得见? 我难以置信地问道。 宋亦然眉稍微挑, 评价道, 这几件, 都不如你最开始那套。 我最开始穿的睡衣啊, 你个狗男人, 冲击太大, 我脑子乱糟糟的, 你偷看我, 宋亦然顿了下, 你没关门。 书房和衣帽间是连着的, 只一扇半透玻璃门。 我刚才进来以后, 没想那么多, 就直接换了。 毕竟宋亦然看不见, 也没什么好避讳, 也就是说, 我刚才换了那几套衣服, 全被他看了个清清楚楚。 我又羞又气, 想也不想地抬脚就要走。 刚走到门口, 就被追上来的男人拉住手腕。 你放开我。 我也不知道这一刻到底是羞窘多一些, 还是恼怒多一些。 一想到这段时间, 我都被这个男人耍得团团转, 又毫不避讳地在他跟前各种晃悠, 我就觉得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 然而宋亦然不肯松手, 要去哪儿? 我气上心头, 回头冲他喊道, 你管我去哪儿? 他微微眯起了毛子, 语调莫名危险, 穿成这样, 出去见别的男人。 好啊。 合着之前, 我和蒋婉的聊天, 也被他看了个清楚。 我也顾不上解释, 气话一股脑说了出来。 是又怎么样? 反正你看不见, 我穿给别人看怎? 嗯。 他忽然上前, 一只手将我的手反扣在身后, 另一只手掐住我的腰, 将我压在了门口, 扶手稳了过来。 狗男人。 我抬腿就要踢他, 他却似乎早有预料, 长腿一压, 将我抵住。 他比我高出一个头, 就这样轻而易举, 把我困在了怀里, 难以挣脱。 热烈地无法逃避的男人的气息, 铺天盖地将我笼罩, 他的稳放肆而强势, 必无可避。 我咬紧牙关不肯松口, 他居然咬了一下我的唇瓣, 我吃痛张嘴, 他立刻长驱直入。 我浑身打了个站立, 脊背像是过了垫, 双腿发软。 快要站不住, 我下意识钻住了他的衬衣。 他一顿, 随即靠得更近。 隔着薄薄的衣料, 我甚至能感觉到 他身体滚烫的温度, 像是能把人融化。 无数情绪在胸口激荡, 我眼眶莫名酸胀, 在他终于温柔下来, 轻轻损稳之后, 声音细碎乌液在他唇齿间。 宋亦然, 你骗我, 他退后, 眼底第一次浮现无措, 捧着我的脸低声哄道, 七七, 别哭。 我原本没想哭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句话一出, 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 我偏过头, 不想让他看到这种狼狈的样子, 声音带着无法隐藏的哽咽。 他们不要我, 你也欺负我, 宋亦然, 这样耍我, 很好玩吗? 我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会突然涌上这样猛烈的委屈。 宋亦然动作放轻, 天头去闻我的泪, 声陷低哑。 不是弟, 七七, 我没有。 我, 我只是, 他抵住我的额头, 一声轻叹, 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 我正住, 他将我抱到怀里, 动作轻柔又小心, 像是怕碰碎了好不容易得到的珍宝。 安静许久, 他声音压得很低, 不要选别人, 只选我, 好不好。 隐隐猜到他为什么这样, 我情绪冷静了许多, 瞪着他。 那你先说, 你明明看得见, 为什么还要骗我? 他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的确是看不见了。 我心意紧, 那一年多的时间, 我什么都看不到, 基本一直自己待在这里, 没怎么出过门。 盲文也是那时候学的, 当时我以为, 可能以后永远都会这样了。 是的, 我之前一直没有察觉到 他有问题, 就是因为他看起来, 实在是和真正的盲人, 没有任何区别。 原来, 他是真的有过那样一段 暗无天日的过去, 后来我发现, 逐渐可以感光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隐约能看到模糊的影子。 他说这些, 语气很平静, 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真正好起来, 大约是在半年前。 那你?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包括爷爷。 宋艺然似乎知道我想问什么, 拍了拍我的头, 除了李医生,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李医生, 就是那天帮他看诊的那位专家。 所以, 你和他串通好了, 宋艺然失笑, 他和我父亲是固有, 所以帮了我这个忙。 原来如此, 你不想别人知道, 是因为他居然瞒过了这么多人, 我心里隐隐有了猜测。 他坦然点头, 我一直怀疑, 当初我那场车祸不是意外。 我知道宋家纷争厉害, 却没想到居然到了这种程度。 至亲之人, 居然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那你现在查出来了吗? 我忍不住问道。 宋亦然却没立刻回答我的问题, 反而微微俯身, 与我平视, 眼中引有笑意。 沈七七, 你在关心我? 我立刻乍了毛, 谁关心你? 我, 我只是不想当那个最后知道真相, 被耍得团团转的笨蛋。 我已经搜集了很多证据, 只等一个合适的时间。 本打算等一切都解决了再告诉你, 省得让你跟着烦心, 但是他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 像是任命了一般, 轻叹。 但是, 我才发现, 哪怕你只是出去和朋友过个生日, 我都吃醋得要疯了。 我心脏不争气地跳快了几分, 故作无意地问道, 哦, 这么说的话,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宋亦然。 他安静下来, 我暗暗后悔起来, 怎么能这样直接问, 多不矜持呀。 下一秒, 他弹了下我的额头, 我表现得这么不明显吗? 可我之前已经跟你表白过了呀, 我有点不确定, 你该不会说爷爷过寿那天吧? 他看我的眼神已经无可救药, 我攥紧了手, 居然紧张起来, 那么早, 比那更早。 他说, 像是在回想什么一般, 唇角齐了笑, 眼神却认真至极, 你来的第一晚, 我本来是想骗你的, 才故意摔了那杯水。 但你给我擦烫伤膏的时候, 我又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好骗的人? 我瞪他一眼, 他笑起来, 当时我就想, 他这么好骗, 可不能给别人骗去了。 我想反驳两句, 可话到了嘴边,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脸颊莫名滚烫。 哦, 宋亦然正要继续说, 手机却响起来, 他揭起神色微变, 你说什么? 宋老爷子突发心脏病, 急送到医院了。 我和宋亦然赶过去的时候, 宋家的那两位继承人正在吵架, 双方面红耳赤, 情绪激动, 只差没当场打起来。 我皱眉听了几句, 发现他们是在讨论怎么分遗产, 我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看周围还有人在看, 轻轻拍了拍宋亦然的手。 爷爷还在手术中, 别担心, 他会没事的。 宋亦然点点头, 依旧是人畜无害的模样。 两个小时后, 宋老爷子被送入ICU, 人依旧在昏迷。 消息传出, 宋家大乱。 人人都猜测宋老爷子撑不过这一回了。 沈如瑶专门打来电话关心, 七七姐, 听说你最近总往医院跑, 照顾宋老爷子? 挺累的吧? 他声调轻柔, 说出的话却冰冷嘲讽, 其实何必呢? 宋亦然是个瞎子, 你在尽心尽力, 他也分不到什么钱的。 还不如和爸妈哥哥道个歉, 这样回头你还能有个落脚的住处。 我颇为同情地回到, 难为你这种时候, 还有心思操心我的事, 听说段恒家最近也不太平。 段家的那个私生子回来了, 还举报了段恒负责的分公司偷税漏税, 连带着其他几个兄弟 也都被爆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段家被查, 自顾不暇, 沈如瑶这婚约岌岌可危, 居然还想着我。 起码我不会因为宋亦然悲债, 你可不一定咯。 沈如瑶恼怒地挂断了电话, 其实我还真不在意她作妖, 因为宋亦然最近挺忙的。 半个月后, 宋亦然二叔涉嫌故意杀人被逮捕, 当年那场车祸就是她买的凶。 宋亦然命大, 活了下来, 但因为眼睛废了, 她这位二叔就没再动心思。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被宋亦然一举反杀。 而宋亦然的三姑, 为了赢这一场, 联合外人搞自家集团的子公司, 也被查了。 短短几天之内, 宋家风云突变, 惊呆了一众等着看戏的人。 谁也没想到, 这场争端笑到最后的, 居然是他们以为 一早就被踢出局的宋亦然。 他居然没有瞎, 伪装沉寂三年, 一击必胜。 而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宋老爷子也终于行转。 爷孙俩谈了许久。 我在门外等了一个多小时, 宋亦然才推门出来。 我连忙上前, 有些忐忑地问道, 怎么样? 爷爷还在生你的气吗? 毕竟这变故太大了, 而宋亦然也是真真实实 瞒了他三年, 老爷子心里怎么会不在意? 没有。 他说, 二叔和三姑做的那些事, 爷爷早就知道。 现在这样? 也算是了了他的心事。 我还是不放心, 那你们怎么谈了这么久? 宋亦然看着我, 缓缓笑开。 因为我们在聊, 我和你的婚礼。 三个月后, 秋高气爽的一天, 我和宋亦然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现场功酬交错, 花海绵延, 很是热闹。 所有人看向宋亦然的眼神, 都是客气之中带着敬畏。 他现在已经是宋家真正的掌权人。 先前装装剑剑, 都显示出了他的雷霆手段和深沉心思。 那些之前嘲笑过他的要么小心陪笑, 要么根本就没敢来。 沈家也没来, 宋亦然都没给他们发请柬。 这男人的原话是, 听说段恒没分到什么家产, 被从家族公司赶出来了。 沈家和他有些牵连, 公司状况也不容乐观, 最近正忙着和他退婚, 就不麻烦他们抽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 我点点头, 真是善解人意呀。 璀璨的水晶灯闪耀, 蒋婉一脸激动地把戒指递过来。 宋亦然笑着拉过我的手, 将那枚钻戒带到我手上, 低声笑问, 现在还生气我骗你的事情吗? 我给他戴上对戒, 满意地举起手。 反正已经被骗了, 那就骗我一辈子吧。 骗我喜欢上你, 想和你一直, 一直在一起, 这样好像也不错呀。